唱金魚仔 一條我 我的心聲 每天都想 欲唱給你聽 你的人 祖宗一天 住在我頭下 我的心眼 這部開心進場 我們先來歡迎大來賓 郭忠祐所帶來 獎金魚仔 聽 聽 真聲 兩人對看 你到頭走我 夢 曼是冥夢 過了金魚 是少量的名 名 甘是有名 當世的人 愈小愈美 我就想 你的客観 唱金魚仔 一條我 我的心聲 每天都想 欲唱給你聽 你的人 祖宗一天 住在我頭下 我的心眼 真知道 生意作人 甘願拔路 愛情的夢 為你拚 為你牽我 終金魚仔 唱你的歌 給我聽聲 唱我的歌 給你發動 是咬人東西對著火的房子 有我 你的名字對著火的 請動地給我看著火的小yr 唱一名后跟我们的咖啡 驾向无穿丁的幽装 咱们的幸福 唱你的歌 让我听笑 唱我的歌 让你发动 是咱们的歌 让我做懂 抬嘴定见 定行为一步 有你的路 让我看不 有我的路 让你遵用 唱一名后跟我们的咖啡 驾向无穿丁的幽装 咱们的幸福 感谢您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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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初发行的最新专辑 感谢 现在因为在我们很多游戏节目闯关的时候 它都是拼尽全力对不对 对 那时候还没什么名气的时候 就是要靠这个 靠拼 真的啦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 听说你还要去参加自行车的一个车队 去年那时候刚好在拍八点档 然后就是我们剧组里面其他的演员 就是他们都有在骑脚踏车 然后就他们看我平常都有在运动 就说中游你要不要一起来骑车 对然后我就说 我没骑过 而且我自己没有车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你先骑U-buy 结果他就带我去那个至善路那边 一开始说要骑至善路369那个 就是比较简单的 我说好啊就去骑看看 对啊万一他不喜欢又买了车就很浪费啊 对然后一骑出去 他们就说都已经骑到这边了 不然我们骑风跪嘴好了 有在骑自行车的就知道说 风跪嘴对一般人来讲是很硬的 你形容一下嘛让观众朋友清楚 很陡很陡 一直爬坡一直爬坡 从头爬坡到尾 然后去我开始骑呢 我就发现那个对面下来的人啊 一直给我比赞哦 然后我就想说 郭忠祐有赞哦 因为我想说不可能这样还认得出我吧 然后大家都把我当偶像欸 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差不多骑到二分之一的时候 我就知道为什么 大家一直给我比赞了 对因为你以为这个是 我骑到一半我命就快没了 我那个沿路差不多 应该至少有三次到五次躺在地上 这个故事让他创作有灵感 对不对 因为我就是我们平常除了都会约骑之外 我们还会可能有一些联赛会去参与 会场一大堆人他们都会放音乐 然后都是很热血的音乐 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们来骑车 然后放的音乐是我自己的歌 然后又是很热血的 感觉很酷 然后我这张新专辑 我就有特别去邀了一首 就是自行车的歌 叫两练少年听 哦 然后也确实就是我的经纪人 也有帮我接到10月份有一个 就是台中那边时代骑轮节的 就是我要去当领骑 然后骑102公里之后 然后再唱这首歌这样子 算耶 我非常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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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一起